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根據澳門日報報道,有消息指, 檢察院已完成前德進集團行政總裁兼澳門麗進主席陳榮煉的檢控書, 亦正式提出控訴, 他在太陽城集團創辦周焯華被捕後,在今年1月底拘捕與KR貴民廳。 今年1月底陳榮煉被控不發經營賭博移到檢察院處理, 檢察院後公開初步案情, 就說陳榮煉與周焯華的犯罪團夥共同經營,不發賭博清洗黑錢, 而檢察院近日已完成對陳榮煉等9人偵查提出控訴, 亦開始通知相關人士。 根據知情人士報料, 他就說, 控訴內容與周焯華單案幾乎一樣, 而周焯華涉嫌創立不發經營賭博集團詐騙, 在許可地方內不發進行賭博清洗黑錢的罪名案件, 將會在9月2日開審。 根據現在新聞所講的報導, 他就說到陳榮煉就有周焯華的犯罪團夥共同經營不發賭博和清洗黑錢, 即是說他倆是一齊做一齊弄這些事, 暫時還未知政府控告他有幾多條罪, 會不會是好似洗米華那麽多呢? 而澳門兩家最大的貴賓廳的負責人都已經被人拉入獄, 再加上之前澳門全線貴賓廳都已經決定不做了。 我想來到現在今時今日都可以講得上貴賓廳是正式走入歷史的了。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